整个审判过程持续了6个小时 最终的判决结果在之前就定好了 39岁的吴立洪因为所谓的敲诈勒索罪名 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吴立洪在没有逮捕令 也没有相关法律程序的情况下 从家中被人带走 而且从今年4月13日就被关押在监狱里 吴立洪在中国是个名人 15年来 他为了保护中国第二大湖泊太湖的生态环境 同周边污染企业作斗争 两年前 江苏省政府还推荐吴立洪 为中国十大民间杰出环保人物 但这一切并没有使吴立洪 免受其家乡宜兴地方政府的刁难 宜兴政府在吴立洪准备去北京之前逮捕了他 吴立洪原本想去北京抗议 将环保模范城市的称号授予宜兴 他搜集了大量材料 为了证明 宜兴当地的官员 在环保部门调查工作时 有隐瞒事实和欺骗行为 但是由于这些证明材料 吴立洪被警方控告 蓄意敲诈勒索污染企业 吴立洪的妻子许杰华 在接受德广联采访时 认为判决完全不公正 他们这个审判非常的不公 他们就说是就说是这个法庭嘛 五六十个人我们进去 我们我们两个人进去 他们里面就指派别人 全部坐买了 也不知道是谁 这个是封闭式的开庭 还是公开的开庭啊 十次他们所谓的说 五六红敲打勒索 他们就只能 就没有一个证人 就只有证词 而且这个证词 也都是双方 双方日海的 像五六红就是做的 这个生意的 两边的当事人 他们就这样说说 就算是什么证词了 我们的证人上场 但是他们就不采用 也不听 许杰华在法庭上见到吴立洪 这是吴立洪被捕后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许杰华惊呆了 听着五六红 说到他五天五夜 受到他们非能的折磨 我感到非常难过 吴立洪的律师 不想对审判发表意见 尽管有关部门 像吴立洪这样的 环保人士施压 但是许杰华不打算放弃 我一定继续上述 为了这个事 我觉得非常难过 而且吴立洪的这个事 事实适中到现在 我也觉得想不通 一 现在已经 我们这个吴立洪已经派决了 他们还是派着人 在前门后门这样开着我 这是为什么 我现在在外面 他们也后面吃车 摩托车在跟着我 这是为什么 这哪怕不能说明 他们心中有鬼吗 今年5月底 太湖蓝藻大爆发 导致当地上百万人 几天之久没有饮用水 当地政府紧急将水 从长江引入太湖 并宣布关闭污染企业 这正是吴立洪 一直要求政府要做的 而吴立洪的警告 现在也得到了证实 只可惜这一切 在吴立洪一案中 都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吴立洪因敲诈勒索罪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本周一 也就是8月13日 是柏林墙建墙46周年纪念日 这堵墙使许多前东德居民 觉得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监狱中 试图出逃的前东德居民 往往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但是直到今天 许多昔日的前东德高官 依旧势口否认 曾下达过向越强者开枪射击的命令 但是一份前东德国家安全部 档案管理机构的文件 却恰恰做出了相反的证明 我在此要求所有占领区政权的军种部队 无论是人民警察 还是人民军队 或是单位战斗小组 我们知道 服从强制政权的军事纪律 意味着什么 但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听从自己的良心 千万不要干违背自己良心的事 1961年8月18日 在柏林墙建起的五天之后 当时在西柏林担任市长的维利·伯兰特 曾这样呼吁前东德边境士兵 不要向无辜百姓开枪 但是这些士兵没有听从柏林特的呼吁 一再向试图攀墙而过的居民开枪射击 至于有多少越强者死在了边境士兵的枪弹中 人们不得而知 估计死亡人数在270人到780人之间 在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管理局中 人们发现了一份文件 证实当时的确有人明确下达了枪击令 该文件中指出 在开枪射击时不要有任何犹豫 即便越境者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也不要手软 这是叛逃者善用的伎俩 这几行字出自1973年10月1日的工作指令 这道命令的下达对象是半装城普通边境士兵的 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 命令要求他们跟踪那些决定出逃的昔日战友 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管理机构负责人比尔特勒表示 证实具有枪击令对处理前东德历史问题来说非常重要 发现这份文件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人们一直对此事予以否认 这份文件白纸黑字 在此之前从未有一份文件 如此明白无误地证实枪击令的存在 但这份文件绝非是全新的发现 在十年前出版的一本 有关前东德历史的书中 就曾记录了类似的枪击令 只是与今天不同的是 那时人们对此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枪击令仪式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人们只是指责前东德档案管理处 没有尽早将开枪射击越强者的书面命令 公之于众 导致前东德领导人一再失口否认事实 直到今天 前东德领导人克伦茨还一再强调 他对枪击令仪式闻所未闻 德国联邦院副议长蒂尔泽将克伦茨的发言 称为不实之词 必须予以驳回 就如同这些年轻的边境士兵 自愿向人们开枪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竟然还有人一再散播这样的谎言 纯属添大的仇本 最有说服力的是这份历史文件 我认为以此击穿谎言是最为重要的 也是正确的 第二则认为 对前东德历史问题的处理远没有结束 前东德历史也是教科书的内容 有必要保持公众的惊醒 但现在公之于众的这道枪击令 将不大会产生任何法律后果 此前已有庶民政治家要求 以煽动谋杀为由 对此事重新展开调查 由于这份文件既没有抬头 也没有寄见人的姓名和地址 所以很难确定命令下达者的出处